現在有些建議提出,包括是否可以延長商場的營業時間等等 先說這一點,你覺得對於零售界有多有用呢? 或者當中有什麼要特別留意呢? 你說有多有用,即是雞蛋和雞的問題 你又要帶旺,又要有店舖開,或者食肆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我們沒有條件去做 因為現在是人手短缺 其實現在我們應付日頭的生意已經是人手非常不足 如果要加長我們的營業時間,就真的非常非常困難 其實我也有略略訪問過一些零售商 因為現在暫時我們還要時間去收集多些資料 但是暫時來說,一提這件事 其實我暫時未收到一個正面的回覆 全部都是負面的,全部都是因為人手短缺的問題 都是會很擔心 而且我們的會員當中是有餐飲,亦都是有零售 其實兩方面亦都是灑手零頭 現在在零售業來說欠缺人方面,欠缺多少呢? 還有像你這樣說,如果是延長商場營業時間 但是可能店舖是不夠人的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吸引他們? 商場的時間長了,但店舖都要開長一點才行 那怎樣可以幫到他們呢? 現在我們欠缺人手的方面,平均來說 因為個別商戶真的有不同的情況 但平均來說,我們都是欠缺一至兩成的人手 那你說怎樣去做 或者是對我們來說,反而我們首先要應付北上消費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港人北上消費的情況都挺厲害 那變了其實我們本土的經濟,本土的消費是影響得挺重要 特別是本地市場的一些零售商店 所以我們再拉長,然後做夜市 但是日後我們都還沒有做得好 就是因為現在,特別是本地市場來講 就是北上消費的影響 其實可否算到北上消費對於本地零售業的影響是怎樣? 還有我經常都想問一個問題 大家都經歷疫情,內地都經歷疫情 他們都經歷一段時間,可能都少了外出 或者晚上又少了外出 為什麼在復甦方面,在夜市復甦方面 香港是慢過人家? 人家又可以這麼快又習慣,又出回夜街? 現在的情況,我通常都會這樣去分析 見到每一個月,政府都會分開有零售數據 我都會分開去分析究竟遊客市場的帶動力是怎樣 另外一方面就是本地市場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過去自從通關之後,都挺consistent的 就是那個情況每一個月都 就是因為遊客方面,我們現在通關 當然一定比去年好 但是通關的情況,又沒有我們想到這麼理想 現在都是處於有節日的時候 可能是回到以前一半的水平,或者多一點 但是沒有節日的時候,又會跌下去 所以其實我們遊客區那方面的生意 跟以前比較還是差一缺 而本地市場那方面,就是真的很弱 因為如果你對比上去年的情況 去年是大家封關,大家一定要留港消費 那個情況其實都不算很弱 在本土市場那裡 除非你說突然間有一些疫情反彈 或者是鼓勵大家不要出街 那當然會差 但是如果當然沒有這些措施的時候 那個本地市場也是OK的 其實上年是 但是現在那個情況就是 就是因為通過關,而本地市場北上消費 所以其實連續幾個月,本土市場的 就是透過我們的調查 看到本地市場的零售商 其實他們的跌幅都是雙位數的 當然我想是有些是單位數 至到低雙位數 甚至兩三成的跌幅都有的 所以在那個,你分兩邊看狀態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搞活夜經濟 當然是要在本土市場那方面去先著走 因為始終是我們香港零售業大部分的一些情況 但是對我們來說,北上消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等待好多要求 如果大家想找到這個時間 誰想看看 就是突然冠有所 什麼之類的 Lik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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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